- 親民信聖 大家來聽 大家好 我是秦碧淳 歡迎再次收看親民信聖節目 跟LiKongLiKong第十幾任由選舉 這春冷又晚安 那麼親民信聖節目 將會一直邀請到我們台南市 六個選戶的好選人到的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說他們的理念和保護 那麼今天來邀請到的這位 是以鄉表現得非常好 算是我們政壇的明星 然後也是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 表現非常好的一位委員 他是憲政立法委員 陳婷妃 陳委員 歡迎您 學姐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 歡迎婷妃 婷妃其實說起來好像回到娘家對不對 對啊 因為婷妃就是從我們雙子新三官網 有線電視出去的 非常傑出的一位人物 讓我們也覺得非常的光榮 而且今天主持人是我學姐 對啊 特別親切 對 我跟婷妃呢 從小學喔 協進國小 然後到家綺女中 到文化大學的這個影聚系 我們都是學姐學妹 所以後面就是因為天輝 他去選這個議員 所以我來吃天輝的這個議員 一直做到現在 所以看到天輝回來 其實我也覺得好親切的感覺 好久了 一晃已經 二十幾年 對啊 透露了我們的年齡 對啊 那其實呢 婷妃已經連任過 三屆的議員 然後三屆的立法委員 那一路走過來 其實大家對著天輝 也是相當的熟悉啦 而且婷妃因為表現得很好 不時都出事在電視上面 大家大部分就看到天輝啦 所以在天輝非常了解 但是看到他都覺得說 他很認真在問政啊 那對於說他其實喔 以前為什麼會投入這個選舉 會來參政呢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 所以今天喔 因為我們很不容易 可以邀請到婷妃到節目當中 所以我們也是要好好的來回味一下 但是我最近看到 婷妃出一個好可愛的喔 這個連載的漫畫耶 然後在這個漫畫裡面呢 就有講到說哇 婷妃為什麼要參選喔 大家看一下 哇 這有像婷妃嗎 有夠可愛耶 真的是有像喔 就是把他畫的 欸 特色都有出來了 他就說 好 來 陳婷妃 我們的小劇場要開始囉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吸引 很多年輕的選民注意耶 那為什麼陳婷妃呢 他從小在父親喔 他的熏陶之下 幾歲就開始來 七歲 哇 七歲 七歲 然後我們裡面就有寫了 哇 好可愛的這個小婷妃 七歲就在講說 請支持八號陳家召 陳家召議員喔 你的爸爸 對 我的爸爸 哇 所以其實從小 你就是受到爸爸的影響 才在投入政治嗎 這是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其實以前爸爸在選舉的時候 他是黨外 他那時候還沒有民進黨 是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黨外一定 就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要不然當時候要 這個黨國的思想 其實很難打破啦 對啊 因為是沒有民進黨 你當外聯署 差不多跟民進黨是一樣的 所以一同時就要用 不一樣的方式喔 對 那以前爸爸就說 欸 阿嬤 我們要吸金 現在都要行銷嘛 爸爸就說 欸 阿嬤 你出來 騎一個麥克風的 叫人家帶給你們爸爸 而且當時候就是有傭檔 有傭檔 爸爸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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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時候很好笑 因為在那個年代 基本上都要跟選委會去登記 你要滿20歲 才能上那個舞台 不像現在 任何人都可以上我們的競選舞台 沒有 以前是要20歲 20歲 對 要摸20歲喔 你要定期喔 你要定期做三元喔 你才能夠去幫爸爸說話 是 你才能夠去那邊賣鼓 所以一同時 當然 我們錄音嘛 還是說去大街小巷 爸爸這樣說話 我感覺很趣的就是說 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要去台北 我都會覺得什麼時候 其實那時候很多的這個警察伯伯 說真的也很幫忙啊 他也覺得我們很可愛啊 所以他是7點 這個證件發表是7點 他們是7點才開始 監控看 你有沒有違規啦 那時候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那呢 我的角色就是在 6點55分的時候 趕快跳上去 因為6點55分差不多 人也到了 跳上去 拜託拜託 拜託大家姊姊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但家教他是一個好爸爸 講完的時候 我下來了 警察才會出現 哇 對 警察才會出現 要不然 我上去他在現場 他要處理也不是 不是不處理也不是 所以大家其實很有默契啦 我也覺得說 之前那個警察伯伯也很幫忙 讓我可以上去幫爸爸助選一下 所以就是這樣子一路覺得說 好像對於這個政治對我是不陌生的 而且那時候每天也太報道說 最小的助選員 對 而且如果說真的 我那時候就在走雞頭 就對爸爸這樣走走走走 就幫爸爸演講嘛 所以我常常說 其實從過去 我也說 大家以前都要看卡通 我不會看卡通 其實我爸爸如果回來了 我跟他說 爸爸我要看你這孫大 好特別的小孩 對啊 真的 然後爸爸就說 怎麼怪怪的你喜歡看質詢袋 對啊 啊真的 那質詢袋拿回來 我自己就在那邊放錄影機 然後就在那邊看 看完之後就覺得說 這樣也不錯啊 因為當時我爸爸在爭取那個大港國小 因為我們其實所住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 在我們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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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完全都還沒開發 那如果你要開發 第一時間你的學校很重要 對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候 我們都要去台下金國小 對 我們協進國小 對 但是你說那個路途也確實比較遙遠 那你如果說 慢慢的房子一直蓋起來 其實家長都很重是小孩的教育 對 所以爸爸那時候就在爭取大港國小 哇你就看到他在電視上 就是在螢幕上然後在議會 然後對當時候的市長的那個質詢 然後舉出所有的那個例子 而且爭取到了之後 還爲了這個大港國小的名字 因為以前都說 大港太爽了啦 但是為什麼他堅持說 到那邊的理長 還有校長 當時候籌備校長 林青線校長 大家都覺得說要大港 如果外面的人都覺得太爽 但是為什麼要有用大港 因為那是大港了 那個地名就是大港了 過期其實我們的鄉透告二 說真的 現在小孩子已經越來 是還好在2000年 這個民進黨有執政的時候 開始有在推鄉土教材 對 實在你的高雄 實在你所大的地方 比較知道說 後來這個地方 過期的地名叫什麼 不然這些孩子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那當時他們就堅持說 大港又小 這個大港就是代表地下名 就是我們的祖生 或是我們祖出席的地方 它的地名跟它的歷書跟它的背景 所以那當時我在電視上看到 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感覺說好像覺得就是 我以後我能為到這個地區這個地方 去做一些可以替代表的地方 那也是很好啊 所以當時候其實 就因為看到那些東西 那在我的頭腦裡面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記憶 然後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在文化大學的時候 不是有心理學 對 那心理學的老師 那個第一個 他應該是第一個知道 我對政治有興趣 其實我爸爸也 也不會希望是我從政 大家都認為說 其實以前都覺得說 就是我的爸爸 有可能自小就把我背拼 就是要叫你插禁地 錯了 我爸爸是第一個反對我參政的 很多人真的都以為說他栽培你的 真的 他是第一個反對我參政 他是一個說 因為他自己從政過 他說 你最好就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如果你真的要工作 那你就是乾脆 要不然你去市政府啊去哪裡 他找老朋友拜託一下這樣子 我說No No No 那不是我的興趣 你叫我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依照我個性 我是不會害的 然後所以當時候來雙子星其實 當記者啊 然後去跑新聞啊 爸爸也說 你為什麼要去拋頭露臉啊 那你這樣子 我說沒有啊 這就是興趣 我可以去了解社會的擺態 所以當時 在我們當記者的時候 我也半夜啊 半夜其實 我也是跑警政啊 對啊 跑警政 一個女孩子跑警政耶 對啊 在我們記者來講 這是很難跑的一個線 對啊 通常都是男生去跑 也很感謝啦 之前有很多的記者的前輩啊 反正就不嫌我們這個 這個新人很囉嗦啊 跟著很麻煩啊 反正我們就跟著這樣子跑 然後也看到很多 真的我們在學校 在當學生的時候 完全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在那一段時間 確實我們也成長很多 對 所以記者的工作 然後包括主播的工作 確實也讓我成長很多 所以我這個飛飛劇場裡面 對 又談到這一段 對 好可愛 我可能當這個記者啊 然後主播的部分啊 所以其實這個一開始 就是把我的一個最簡單的陳婷妃 重新用一個不同的詮釋 好就是大家都覺得我們很剛啊 對啊 都覺得政治人物 有女性的政治人物好像都很剛 對 其實說真的或許我們在電視上 那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要去爭取 要去把我們想要的一些想法 還有民眾的需求 我們必須在那個時間 把很完整的構想 然後跟我們的行政官員交換意見 那有些行政官員就是很北半啊 又不是你跟他講他就會能夠接受的 那你就要舉出更多的資料 然後來說服他 那當然我們要說服人家 我們就要理直氣壯啊 因為我們的理直啊 所以才會氣壯啊 所以他當然在那邊 跟我們那個 有的沒的時候 或是五四三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的氣就容易上來 就說我們的資料已經這麼清楚了 你怎麼會視而不見 那你只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好像吹冷氣 你沒有聽到民間的聲音 所以我們當然就會用比較激烈的一個動作 或是說法 所以或許會這樣子讓人家誤會 可是 其實認識我的人都說 啊你怎麼看電視是電視上的單天輝 他說電視上那個陳妮菲很兇啊 但是你私底下不會啊 我說這才是真正的我 對啊 電視上或是在媒體上的 那只是我工作必須要做的一部分 一部分啊 對 因為很多媒體他其實你在兇還是幹嘛的時候 他就喜歡拍你嘛 你溫柔的時候他就不拍啊 你好好在跟他講理的時候他不拍啊 然後等到那個官員 北半的時候 我們兇起來之後 他才要拍你啊 所以每一次拍的都是我們最兇的時候 對 所以其實說真的 因為我們理直才會氣壯 對 所以並不是我們平常那麼兇 我們在開 像我如果在開協調會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我們都是用理來說服人家 來溝通的 然後怎麼可以達到我們陳情者他所需要的方向 然後我們就是擔任一個平台 我們擔任平台的角色 對 跟我們在質詢的角色是一定不同的 還有我們深入到基層在聽民眾的聲音 也一定不同 很多人其實那個角色會混亂 好像當民意代表一下去在跑基層的時候 然後話比別人還多 我這個我就 我就覺得說這就是很NG了 其實到基層的時候 你的話要更少 是 你就要聽別人講 你要聽別人講 不是你用你的話語權 然後去說服人家 那你就不用下來了 所以如果我們到基層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希望聽到更多的民眾好 那你想問我們幫你什麼 然後希望我們幫你協調什麼 那我們會慢慢把它引導出重點 我們去講話就是引導重點 而不是說 哇跟你說 你這是怎樣 如果我們話說的更多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聽到 真實他們內心深處的想法 我今天聽到停非成功的原因了 就是到基層的時候 你真的是要傾聽他們的心聲 對 真的像你講的 因為我聽到很多是 去了以後他就宣揚他的政績 對 或是不是他的政績 他也要拿出來講的是他的政績 對那停非不一樣他有做 但是他聽更多 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服務選民 其實就是應該要這樣子 是啊 所以其實 我常常我在選民服務時間 我的助理 因為很多人 我的助理都會跟我說 後面還很多人很多人 因為我每一個案子 其實我覺得 現在已經 因為我服務處的功能 其實還算是還不錯 就是說在服務處 其實我們的服務人員助理 秘書 主任 其實他們在服務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我們還滿強調的 所以他們到我們的服務處 其實都可以得到服務 那到了需要我來協助 大概我覺得多數都是 希望我們聽他講 所以我每一個服務案子 他說 怎麼都利用那麼長的時間 我說 或許他就是希望我們來聽他 紓解一下他的心情 尤其我們很多的案子 並不是我們能夠幫他 他其實只是想說 聽聽你的意見 現在已經變成說 除了我們服務 還是有一點 一半那種心理導師 他會信任我們 對 他信任我們 他會覺得說 我很多難解的議題 然後來到這裡的時候 過去其實現在有慢慢改變 過去都說 好像我找立委 就一定要幫我解決 但是其實現在有慢慢在改變 他反而是找立委 他會接受 我說 如果你會想要聽我講 那我就給你我的建議 但是如果你 你已經有想法了 那你跟我說你的想法 我要怎麼幫你 那其實多數來到這邊 都會是希望我們給他建議 那我們給他建議的時候 其實多數啊 那還是會有人會覺得說 我來你就是要跟我走三天 還是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多數慢慢的 他都會覺得說 哇 你聽我講 然後我來聽你的意見 畢竟我們所看的事情 或是所接受的服務案件 甚至陳情案 是比較多的 我們的樣板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過去的樣板 服務過成功的案子 然後給你建議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樣的程序 慢慢一步一步走 當然大家都希望 我一次就可以成功 那是人之常情 可是有多少的案子是可以 就是一次就成功 很少啦 你又慢慢 尤其現在其實行政單位說真的 他也慢慢都會依法行政 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大家都覺得說我就是依法行政啊 大家會慢慢覺得說 你只要法的規定是怎麼樣 我就怎麼做 你就勢必要去跟他溝通說 很多的事情我們 反而是我們的當事者要怎麼配合 一步一步把法的部分先把它完成 你才有可能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才能跟行政人員溝通啦 你如果第一個階段 行政人員堅持說你要法 然後這個我們的當事者說 沒有我不配合你 那永遠就是糾結在這裡啊 所以我們就是幫忙 再把這個糾結 把它鬆開的一個角色 所以其實慢慢的我覺得 有時候你如果看到說進來的 都這樣很愁容的狀況 但是我們跟他講完 他是說已經找到一個方向 很高興的出去 其實我們內心其實那個時候 是我們最快樂的 很多人我 你什麼時候是你最快樂的時候 我就說 當你看到有一個成情人 走進來是這樣 滿臉的愁容 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又講出來 又覺得好像內心深處 有很多的話要講 又一時之間 理不出頭緒的時候 對 然後我慢慢幫他理 幫幫他理 然後幫他處理 然後解釋給他聽 然後把我們過去的經驗給他 然後最後他 我知道了 我知道怎麼做了 然後很開心的出去的時候 哇 那個時候其實真的是 就是我們最快樂的 對 可以幫到別人啊 對 最主要是讓他覺得說 他那個永遠糾結不開的那個點 又開了 他就知道下一步怎麼走 要不然 否則現在其實說真的 大家那個抗壓力其實越來越小 對 真的啊 真的 我會這樣從很多的一個服務案件 大家的抗壓性其實不會像以前那麼高了 所以我們都很擔心說 他的抗壓性不足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到很多的家庭 對 所以我們都會40度 然後來跟他說服啊 然後慢慢把他的心情帶出來 其實真的 服務 除了服務案件的處理 其實心靈的開化也是我們另外一個功能 對 這個真的也很重要 對 沒錯 有時候憂鬱症的啦什麼的很多耶 躁鬱症 就是說他一直解不開 其實有時候這些症狀都是因為心情 你解不開 那說真的每個人壓力都會很大 你會面對不同的狀態 工作啦 家庭啦 等等其實很多 那如果你一時糾結不開來 真的 你那個心情就會一直盪盪盪 到時候你就會一直往那個死胡同去跑 那死胡同去跑 你就會變成你真的 很重的狀況就不是你們的意料了 所以講到這個啊 我覺得其實當政治人物 當立委 當議員等等這一類的 其實是壓力最大的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 還是你真的是樂在其中 壓力真的很大 很大喔 大家都覺得我們的抗壓性一定要很大 但是其實我們的壓力是來自不同的啦 有黨內有黨外啦 然後有很多選民的壓力 其實這是一定的 但是我們必須都要自己調適啦 一開始我們也說真的 很多時候棉被蓋著痛褲一頓也是有啊 就是抒發啊 因為很多其實在政治上啊 對 像我常常講 為什麼我其實 我這一次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也是要跟我們的這個觀眾朋友就是說 是 我有建立一個那個Line的群組 好這個Line的群組是 Line的群組就是我們一對一的 因為我們的Line說真的都爆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爆 每次要加都加不進去 因為爆了人數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轉化到另外一個Line的群組 對 那Line的群組就是也是一對一的 但是這個一對一它就是可以隨時 把我們的資訊 是 假訊息 假消息 然後可以做澄清 然後甚至把我們的活動 我們辦的活動 然後可以告知大家 像我們前陣子有那個 叫中秋歌唱比賽啊 哇 歌唱比賽然後就 雖然我們唱歌 雖然沒有辦法比職業選手啦 但是大家也蠻觸別的就是 我們跟幾個立委啊就是唱歌 然後就請我們的Line的好友幫我們來投票 那我們就這個選出 在完了之後那個活動完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有幾個 就是由那個科技公司所提供的那個報診 對 報診然後五份 今天有嘛 對對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我們就開始做這樣的一個宣傳 那那是活動 那陸續我們也會有活動 包括我們在徵求台灣隊長啊 小隊長 中隊長 大隊長 小隊長呢就是 如果你邀了五個人來當我們的小隊長 那麼我們就有一個叫我們的家族聚會 好 家族聚會 那如果是中隊長呢 你如果邀了三十個加入我們的Line 你就變中隊長 中隊長 對 中隊長呢 我們就一起來共飲下午茶 對 就是一個度過下午茶的時間 那如果可以一百個人 如果說已經有了 有我的好朋友都邀了一百個 來加入我們的那個Line的好友 然後如果是你邀了一百個 你就可以當我們的大隊長 然後大隊長呢 我親自料理台灣好吃的東西 讓大家一起享用 那就是把大家當成是家裡面的人一樣 不論是喝下午茶啦 或是我自己下廚 然後去煮好吃的台灣料理 讓大家一起來共享 那其實都是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月了 我們就是台灣這塊土地 這塊大型這塊生長的 我們在這塊土地 我們愛這塊故鄉 所以其實在現在 反送中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要更珍惜我們這個國家 對 我們這個國家沒有這個國家說真的 我們這麼自由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對 怎麼可能像說那個香港這個樣子 要講什麼都不行 然後過去所謂五十年不變 一下子就破功了 還是一國兩制 所以我們說真的 如果真的台灣沒有珍惜的話 說真的台灣未來怎麼樣 真的是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這也是我們所擔心的 大家都說我們可能 是不是不斷的在這個恐嚇 真的不是恐嚇 真的 香港就給我們做一個案例 真的這是非常可怕的 我看到那些畫面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LINE的群組 發起就是台灣隊長 那為什麼用台灣隊長真的 這跟美國隊長有沒有什麼 對 就是 很多人在問 對 美國隊長的概念 然後呢我們就會有一個徽章 那個是 特製的 也就是特製的 這個徽章呢 會把每個人的名字寫上去 有一個徽章 然後有聘書 那聘書是比較 對 聘書是比較普通 我覺得那個徽章是比較特別 就是說 未來我們彼此 家族的 這個相認的標誌呢 就是這個徽章 我覺得其實我們就是把它多樣化 然後用不同的方式 不再是很冷冰冰硬邦邦 好像就是服務點 我們服務處也有服務的點 但是呢我們用這個LINE LINE一對一 你可以 你其實就不用跑到服務處 對啊 用很方便很快速 對 現在LINE你只要把資料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把它印出來 我們就可以問說 到底這個事情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給你回覆 甚至活動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就是說 有活動 像 最近 我們也透過我們的 這個雙子星也幫我們有 一起Push說 這個 耕廚走走路啊 就是我們阿南区 好有特色的活動 對 這個在地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我們的這個跟頭像阿 我們的這個劇團 一起來合作的就是演出 我們的整個 詹文客過去的列書到現在的情形 就用一個公告的故事 把大家做火來走入過去 尤其我們的祖先 因為我們的詹文客 真的 水都掛來掛去 水掛來掛去 我們以前都到農家家 在當農家家的旁邊 你就對那個掛來掛去 我們的祖先 就要扛在當農家家 對 對到這個水流 四處走四處走 所以居無定所啦 所以他們的當農家家就是 用這個當農家用料 還有這個 可以隨時扛來扛去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 把在地的文化凸顯出來 就是說 甚至不再是硬棒棒的 過去我們可能用很多的方式去宣傳 其實我這一次其實有點改變 就是說 讓大家更看到真正的陳廷飛 對 其實大家 我記得記者問話的時候 就跟我說 你這次選舉 有什麼不一樣的方向 我說其實 如果說一般我們正常的方向 其實我平常的時候就在做了 對 你說走行程還是說服務 我希望沒有人會比我們服務更認真 對 對 走行程也沒有 只要我沒有在台北 只要我沒有做這個 我一定要走行程 我們後 就是那個服務的那個 直接的那個對口啊 我們也都很直接 對 對 所以包括爭取建設會堪啊 我們平常就在做 對 所謂選舉的工作啦 因為有的人都說 阿多 有的人是選舉這樣做 對 對 對 不是我們平常的時候就在做了 對 所以他記者在問說 你這道選舉有什麼 我說 基本上如果他叫這種制式的過去的喔 這種選舉的邏輯喔 說真的 我平常就在選舉了 對 尤其我光我這幾年所爭取的預算 12年我把立委光在這個台南的地方 比較大的像國家圖書館南部分 南部分館 也是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的時候 對 然後極力爭取 原本從這個阿扁的阿扁總統的時候 然後已經有合了 可是因為換了馬英九 就把他停下來了 對 還好當時候其實就在我的競選總部跟 蔡英文競選總部成立的時候 然後我親自跟總統要了這個政見 我說總統這個是我爭取很久 那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 這個真的對於台南 因為我們是府城一戶二戶三戶 對 讓府省對著這個文化 其實我們應該要提選 我們都市的受用 讓大家都可以做出來提選 所以國家都主管這個 能夠國家典償的 這個很重要的位階 一定要擺在台南 所以總統在我的競選總部 聯合競選總部的時候 就直接宣佈說如果當選他一定 所以他也真的也沒有毀諾喔 他就馬上請林全部長 真的在這個2016年 好一上任大概沒多久 就宣布 就宣布就核定了這個計畫 所以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 還有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 對 那個都是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的時候 真的 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這個是 一個研究的能量 對 所以你看我們北部跟南部 中央研究院一直都在北部 對啊 然後研究能量都在北部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為什麼南北要有這樣的研究差距 所以我一直堅持 而且當時候因為 說真的那個 院長是翁啟惠 然後這個副院長是陳建仁 就是我們現在的副總統 那這個case是他所負責的 是 我當時候就跟中央研究院 就是一個白臉一個黑臉 我當然是黑臉喔 因為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爭取一個大型的建設到台南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對 但是因為在翁啟惠 翁院長還有陳建仁副院長 他們也覺得確實把 如果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 放在台南的話 因為我們台南說真的 或者在成大也好 這些相關的一些科技 對 人才其實很多 對 很多 所以他們也支持 那當然 當時候就客客啊 那我就當時候說 沒關係 就先核定比較重要 反正我們一定會重返執政 所以確實那時候在 這個先核定的計畫 然後真正的預算是在 這個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總統上來的時候 才一件一件 當時候說真的 才編了 在馬英九政府 核定預算 才八千八百萬 一個中央研究院 南部院區 怎麼可能八千八百萬 做得下來 那我們就說沒關係 你先核定 然後反正之後我們就 隨之而上預算的部分 所以現在大概都已經 比較有一個大規模出來了 這就是一個比較大件事 那如果說在 其他的一些治水的部分啊 或是有一些道路的部分 然後就真的 我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可能愛啥沒啥 對來 你看喔我去調了一下 庭妃的資料 這是其中一點點非常棒的 就是說很大的建設 攸關民生的 這我印不出來 因為實在太多了 對 我印了其中一點點 那好我們就是 比較重點的部分 我們就請庭妃跟大家報告一下 對啊 不好意思 今天好像都我在講 喔 我們大家都很想聽庭妃講 對啊 其實我在這一次 大家都說 到底是這12年 我就請我的助理調一下說 到底是這12年來 做了什麼 我們做了什麼 結果一調出來 密密麻麻 對 我們只能大綱寫出來 沒有辦法一下子全部寫出來 對 總共預算大概545億 大家會覺得 這經費是從哪邊來齁 我大概從幾個項目 其實從文賢抽水站 北區的文賢抽水站 文賢抽水站 那時候是跟營建署爭取預算 那時候其實我住在大港寮那個地方 對 那是最高淹水 對啊 那是最高淹水 只要到北淹水 只要到北淹水 那不是在太空行門都淹水 對 你很開心 對 學姐就知道了 幾乎電視上只要說淹水 一定一定就有一個地方 就是大港寮 對 不錯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比較 就是老舊部落 比較地勢低 你也不可能說 叫大家翻修 把整個帳高啊 土地帳高啊 地面帳高 都不可能嘛 對啊 那好可憐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從外部 然後去處理 所以我們先 先向營建署爭取了文賢抽水站 對 再來從文賢抽水站 然後再加大排 中排 小排 你要全部 因為你抽水站完了之後 不是水就會自動找抽水站去呢 不是 對啊 因為它畢竟是後來才設的 對 它原先的整個排水系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慢慢改 一次大排 先改大排 然後中排 然後再改小排 光這整個的所有改變 總共花了十年的時間 對啊 從我開始當立委2008年 到了去年 真正驗證就是823 823你看到處都淹水 823幾乎 幾乎痛好嚴重 但是大港寮沒有 就是在文賢路這一帶 它淹水狀況是完全幾乎 有啦 那個地面淹水那是沒辦法的 可是進入到民宅沒有 如果依照過去 像823到處淹水 大概大港寮也難逃 就慘了 對 也難逃這個淹水的命運 可是整個發揮功能 所以真正你看試了十年 這十年改了多少 一次不行 兩次不行 三次不行 一直陪著包括中央 然後地方 然後我也好 我妹妹姨貞也好 因為我當了立委 就接棒給她 對 那還有她 就是說在區公所的預算 但市政府的預算還是需要她 她就也是抓著市政府的人員 從我爭取大牌跟中牌 然後她就是小牌 就是那個水溝的部分 這樣一直改一直改 終於解決 所以我們在講說 其實水不可能 好像一次 好像短短時間就可以解決 就像北區大概一個方向 那這個文城路 文城裡的部分 原本也是北運河幹線最後最尾端 現在也是全部都改變了 過去也是都淹水 現在也是改向 整個也差不多 在今年也都得到成果 所以其實它就要慢慢 那我現在要講就是安南區 你看這個一花費都是要10億以上的 我剛剛講的就一定要10億以上 這樣慢慢累積 那麼大的工程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安南區 安南區的淹水的部分 其實也很嚴重 對 但是從我當立委之後 我們從這個海尾寮跟本原寮 我們就去爭取五座抽水戰 然後五座抽水戰還不夠喔 還有海尾寮排水跟本原寮排水 然後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還有這個曾文西排水系統 那曾文西排水系統整個 目前才改了一半喔 跑了10年才改了一半 但是現在我有拜託 當時候在去年823的時候 我特地邀請了蔡英文總統 下到我們這個曾文西排水系統這裡 我千拜託萬拜託我們的蔡總統 過去的工程的延誕是因為說 它分期編列預算 分期編列就是 因為它都要土地徵收嘛 就是土地徵收完 然後工程做完 然後才進行第二期的土地徵收 對 光土地徵收每一次大概都要二至三年 很久啊 對啊每次都是因為這個土地徵收拖到時間 所以我當時候就跟總統 在去年823的時候跟總統拜託 就是我們的這個曾文西排水系統 還有六塊料排水系統 還有三老爺西它的排水系統 都要用一次核定 三老爺西就是在人等 一次核定要很多錢耶 對一次核定 但是你治水說真的就是要花錢 所以很多人會在選舉的時候 去攻擊說 要花那麼多錢 要不然效果 說這個如果沒有花這麼多錢 可能我們大家只要變了 到現在就是吃水 就吃水那都走不路了 因為它就會變成是水庫 低水 水擺不出來了 我們現在是在找可以排水的空間 跟排水的地方 所以我們怎麼把它縮短 所以在當時候823的時候 總統就馬上下令說 曾文西排水系統 六塊料排水系統 還有三老爺西在仁德那個部分 都要用一次核定 一次核定之後 你就可以在土地的部分 它就是誰先完成我就先做哪裡 但可以縮短 然後包括曾文西又多了一個分紅 分紅9億 然後如果說在我們目前 還有幾乎要27億 所以這些都已經核定了 所以現在我今天有質詢 是 質詢就是拜託市政府速度要加快 跟我們的六合局 在土地徵收的部分 因為現在都溢價 這個有評議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說真的 縮短 因為縮短土地的徵收時間 那他們曾文西排水系統 這個區塊可以解決得更快 那 那真不簡單 是庭妃跟蔡總統 這樣子請求蔡總統 才有辦法一次要到這麼多經費 一般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你看六塊料排水 這個就是還要16億 就是現在這一塊都已經核定了 就是9億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7億 一個7億 然後一個9億 16億 這個也都核定了 也都核定了 對 所以說其實你這樣加一加 這邊錢又多少了 好多 27億 然後加16億 就已經40幾億了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排水 排水預算其實要 是必須要的 而且海偉寮今天也都確定了 只要市政府的計畫 完成送上來 海偉寮跟本淵寮 他必須他的抽水站 他的量體不夠 因為我們要慢慢檢討 量體不夠的部分 只要地方政府送上來 他們也全部核准 好所以這個就是因為 我們對地方很了解 我有一次質詢 質詢水利署 水利署說 你這個 你這是什麼效能 給你治療 為什麼 你在說這個水 白水 你會那麼的了解 對 我說署長 我是從小住在會淹水的地方 大工廟是最厭淹水的 反正小時候 如果落後 爸爸媽媽就叫你去城 快點搬家糊喔 不然還陰漏的時 家糊又壞了 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從我當民意代表 一直覺得說要怎麼改 可是你舊部落 你沒有一個關鍵的點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當時候才會去想到說 一定要用抽水站 所以包括海維聊 本願聊 你像六塊崖跟曾文西排水 他也都要最後 有部分還是要用抽水站去支援 所以這些都是預算 然後這是排水系統 才講排水系統 你看我用了多少時間 但是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然後你光看安南區 還有北區 我慢慢講 你光那個橋墩改建 正子寮橋 太平橋 沿水溪橋 通車了 是不是更寬 沿水溪橋 之前每次上下班 那邊都要塞車 對 我們爭取多久 最後還好被我爭取下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 比較好笑的是怎樣呢 當時候我爭取下來 每個人都說 這是他爭取的 沒關係 對呀很多人在搶這個功勞 對在搶功勞 結果呢 剛開始 因為我當時候就要求要半半 半半施工 雖然半半施工是 必須比較花長一點時間 可是沒辦法 你不能全半 對 你不能全面封起來 你全面封起來一定完蛋 對 但是半半施工還是會影響 還是會影響 不會不至於不影響 半半施工影響的時候 哇 那時候大家一定會有抱怨 蛤 這樣說 那是丹田會牆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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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打起來 我說 不好意思 真的是我陳寗飛爭取的 可是 我們還是要忍一時 你看現在 對 多寬廣 對啊 那個整個的視野都不一樣了 然後再加上 現在看到 海瑋寮橋 跟 這個本淵橋 本淵寮橋 對 這兩座橋現在在施工 在這個安明路 安明路上我們有看到 有那個 有一座橋大概已經 已經完成 已經通車 有一座橋是一半 對 這兩座橋 如果沒有打通這兩座橋 我們的海瑋寮跟本淵寮排水 就是一半而已 功能一半 它被擋住 它橋墩整個擋住 對 所以當下我一發現 我們的設計單位居然沒發現 還是我就發現說 這個有問題啊 我在請他們是不是說 趕快去做處理 怎麼來爭取 我就跟公路 就是公路總局爭取 這是跟公路總局 中央的公路總局爭取 所以海瑋寮橋 跟本淵寮橋 你看 這整個已經都還有 這個所謂的光雕 對 這個變成是我們的地標 所以你看 你光看這幾座的橋墩改建 哇 這也是錢耶 對啊 還不止如此 我們看到說 和尾路全線的通車 其實我都覺得說 其實 或許因為我們當民意代表 已經一段時間了 那很多年輕人 他不會知道說 這以前是誰爭取的 對啊 真的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 常常在嘴裡在說 這我正處的那 我正處的那要說 說真的 我站在那個 在走行程的時候 你看 我才這裡這樣講 就要那麼多時間 那我怎麼這樣一一 細數我做了哪些 所以很多人都會忘記說 哇 你到底做哪些 你光整個 和尾路 整個和尾路 從過去只有在 和尾路三段跟四段 和尾路三段還一半而已 我就爭取 包括二段 一段 然後還有五段 然後現在要通過安平區 所以其實這整段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海尾路 海尾路是從無到有 我必須說 真的是當時候 許天才市長 我當時候跟他講 許市長也很配合 我說 市長我們要爭取 還有當時候公務局長說 我們要爭取生活圈道路 因為我發現 你要靠你市政府去 開闢這一條道路 是有困難的 我們要利用生活圈道路 那為什麼可以 用生活圈道路 因為它剛好銜接 安民路跟安吉路 所謂生活圈道路 就是你要銜接 有外環道 它才是這個生活圈道路 所以我就說 你趕快變 你趕快把它變更完成 然後把它送 我在內政部 營建組請他把它拉出來 這要優先 因為海尾路實在太重要了 你看大家 對於海尾的 海尾料的 海尾這些發展 其實是非常重要 然後再加上2等7號 2等7號 當時候 游錫困院長 跟許天才市長所開闢的 只有一段而已 但是現在全線 全線 都是平被爭取的 對 全線 所以其實我們 然後現在還多了一個 叫2等7號 然後接台61線 曾文西 跨海道橋 這個也OK 也合定了 對 這個也合定了 其實包括說 我們所看到 現在還有一個外環道 外環道就從永康 接到安南區 再接到北區 一直要到關海橋 對 然後外環道以後 你看我們常都塞在 塞在永康 塞在安南區 每次只要是上下班 就塞在那邊 以後不用 你只要從國道1 你就可以接這個外環道 直接通到安南區 走到北區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城市發展的很重要的關鍵 可是我們做的 我們很難這樣一一細數 對 但是你不想大家 我不曉得是你爭取的 真的 所以我叫我的助理 我助理把所有我做的 全部把整理出來 還不只這樣 還有學校的設備 學校設備 其實我覺得 或許我們也太開心了 就是說 市政府其實 很長時候都跟很多的校長 很多的家長會的會長說 我跟你說 你喔 那學校如果會 你去找丹田徽 好丹田徽都很慰心 幫你們做 所以說真的 我的案子說 做在教育的設備 還有什麼PU跑道啦 這些運動設施啊 不只是只有在安南區跟北區 還有中西區而已 因為我原本我的選區 是安南區北區中西區 對 所以這三個區不只是學校的一些建設 體育的建設 去做這些而已 而是我連同很多台南市 只要有需要的 因為我覺得苦不能苦孩子 只要是我能夠做到的 只要我能夠幫大家爭取的 我都希望能夠去幫大家協助 然後把最好的資源 然後跟大家一起分享 否則有時候 中央根本不知道地方所缺的是什麼 對 像我去看那個PU跑道 我都覺得 我們現在其實 校園都一直希望是 除了可以給學生去運動以外 也希望是開放給社區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那種運動場啊 操場啊 其實每一次在這個早上或傍晚 其實看到是最多人的 所以它的使用率是非常高 可是我常常去看到那個PU跑道 實在是覺得 這一定會拔倒的嘛 這可能沒有拔倒 那個真的是破爛不堪 所以在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層面 我們能做的 我們都盡量做 其實從橋樑 然後從這個 我們的生活圈道路 我們的開闢 然後再加上治水預算 然後其實我講的又是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其中一點點而已 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對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我們是很努力在做 那我們的服務又很努力 所以其實對我們 其實最近很多人都跟我們講說 欸 你的對手都站在路頭 我說欸 我們現在因為在心中央的雨傘 我們現在還要再開會 你像我都利用平常的時候 對 平常我們要開會沒辦法 但是我都利用假日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 像連續假日那四天 除了禮拜六因為小英總統下來 沒有辦法去掃菜市場 然後我連續三天喔 都去掃菜市場 然後 但是我覺得還蠻欣慰的就是說 大家都說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你去台中央顧好小 你也這麼辛苦 你這樣 那邊上現在開會就這樣 燈飽這樣走 喔 現在你還要來這裡掃菜市場 這樣掃雞 這樣相信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來這裡不辛苦 我來這裡都看到老朋友啊 都熟悉的老朋友 大家都幫我們鼓勵 幫我們加油 我覺得那種是 就是一個力量 一個動力 對 幫你往前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 你像明天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我也是 要掃菜市場 對 就是菜市場讓大家看到我們 然後我也常常 大家說 你現在怎麼會越清越輕便啊 我說 沒有啊 因為我隨時 準備我的車 那種卡牌 還有麥克風 我隨時 我如果有時間 我路頭 我就騎 我就跟大家拜託 我們必須要 利用每一個時間 因為我們真的 每天 我每天都要坐高鐵 都很忙啊 其實 如果有看我的臉書的 就知道 其實我在 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四 應該是 禮拜四的凌晨 我就坐核心 因為坐不到 沒有高鐵可以坐 我也沒錯 因為行程跑到 沒有辦法 坐到高鐵 高鐵最後一班是 十點二十幾分的 那一班我坐不到 那我又必須要 隔天我要第一個發言 為什麼要第一個發言 因為我中午有一個研討會 是我當報告者 我要報告一個小時 那我要趕回來 那個研討會又在台南 要趕回來 我要趕回來 對 然後報告完 我下午 還有一個四點半 很重要的會議 我還要趕上台北 所以 我報告完的時候 我就只有跟大家打完 然後說不好意思 我要趕高鐵 我衝衝衝衝衝衝 衝去高鐵 然後坐高鐵 上台北 去開四點半的會 所以我們的時間 其實都完全壓縮 根本沒有辦法 讓你們想像說 所以我都說 對我的工作有興趣 對我的生活有興趣的 你不要 你不要重傷我 不要抹黑我 你只要跟著我 你只要跟著我 你就知道 陳婷菲的生活 對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陳婷菲的臉書 對啊 你如果說 臉書有可能都是先預拍 然後再PO 沒關係你才跟著我 你跟著我跑 你跟著我跑 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的生活就是這樣 這麼一個單調 你說說 你有什麼樣的樂趣 沒有啊 每天就是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時間就是 坐高鐵 所以大家都會對我 我才24個小時而已啊 大家常常都會抹黑我們啊 重傷我們啊 我說真的 真的以後不要抹黑我們 因為抹黑我的被我告 都已經敗訴了 真的不要再抹黑我了 你如果真的對我有興趣 跟著我 跟著我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真的是工作狂 對 真的是工作狂 就是這樣子三個字工作狂 很多人就問我媽媽說 我等一下給你問一下 你們女兒這樣每天來回 他才會疲 他講一句話 我是不知道他才會疲 但是我自己人 我自己看都看得很疲 看得很疲 看得每天這樣坐高鐵 對啊 看那個時間 然後算準準 然後每天看到他那個 在訂票說 我一定要趕到哪一班 每一次都聽到他這樣 他說我不會 我又沒有趕到這一班 我就不會負了 就趕不及下個行程 然後每一個行程都 他說這樣排得好好的 好像那個好像差了一點點 好像就 他就覺得 那個整個的安排就不圓滿了 對啊 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女兒就是工作狂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他 我媽媽就是這樣說 所以這個其實 我們為什麼說會用一個 這就是我們很硬邦邦的生活 但是從我們的line或是臉書 其實會用現在多樣化 像那個菲菲 對啊 小劇場就是 養成日誌 對養成日誌 為什麼會有菲菲養成日誌 漫畫的手法 然後在我的臉書當中 抒發一些現在的時事 讓他感受到其實 讓年輕朋友覺得說 其實政治真的不是硬邦邦 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關心 所以我覺得說 記者問我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說 如果依照過去 比較知識化的選舉行程 其實我一直都在跑 我沒有停止過 我也沒有休息過 因為陳亭妃是停不下來的人 好 我常常 我其實要講一個小例子是 我有一次發高燒 然後發高燒 然後自己還硬著頭皮 然後坐高鐵上去 然後高鐵上去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應該沒問題了 結果差一點在高鐵昏掉 然後我就蹲下來 還好暫時這樣子穩住了 我還是上節目 把節目上完 對 節目上完 回來的時候 趕快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之後 醫生說你要好好休息 可是我吃了藥打了針 我真的嫌不下來 因為隔天有行程 我本來已經叫助理過去了 或是叫妹妹一針幫我過去 但是呢 我一大早起來覺得我好像好了 我躺不住了 我自己就又出去跑了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一個工作狂的人 所以我是也嫌不下來的 所以其實我的生活就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工作 工作 工作 所以我平常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會因為選舉而任何改變 那現在改變的是一些 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 然後能夠更了解政治 而不是聽到很多網路啊 因為其實網路很多時候是 是一個沒有辦法全面性讓你了解的 因為大家所講的 它有自己的好物 自己的好物所講出來 或許不會是一個比較正面 或是比較公平性的一個說法 那我們希望年輕人 年輕的朋友 或許可以重新 重新用我們的這個LINE或是臉書 來重新了解說 陳婷飛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而且最好笑的一件事是 記者會說 你現在是資深的委員 你有什麼不同的選舉方式 是 我就停了一下 我說 雖然我真的很資深 但是我還算年輕 因為我還是台南 目前民進黨提名的 民進黨提名的最年輕的 我的選區 對 就是說依照我的選區 目前要選的人 我也是最年輕的 那我必須說還有一個 就是最重要的是 當時候有一個土壤異化 土壤異化的事情 土壤異化的事情 其實是我人生當中 在政治當中 其實最難過的一件事 因為當時候 其實因為很急 因為2006當時候 對那個圍貫大樓 圍貫大樓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其實都注意到圍貫大樓 沒有注意到 土壤異化的問題 當時候我的選區 安南區北區中西區 是土壤異化最嚴重的 再加上新化 對 新化也是因為土壤異化 所以有稍微傾斜倒塌 然後再來就是 安南區北區跟中西區 當時候其實 我陪他們 從開始發生的時候 然後陪他們 幫他們去找住的地方 因為你看房子 傾斜怎麼住 走進去的頭部 那不太大 對 而且很危險 對很危險 我就幫他們 幫他們尋找住的地方 因為當時候大家都忙著圍貫 那我們 我們勢必要去幫 幫很多人去分攤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0206 我就去幫他們處理一些 他們住的問題 然後慢慢再陪他們看說 到底我們未來可以協助他們 結果到了十幾天之後 市政府開始在開說明會 就是說可以怎麼申請 然後可以補助 災訪法可以怎麼補助 結果來跟這個 土壤異化區的這些民眾 講的時候 他只有講了一句話 我們的法令沒辦法補助 土壤異化沒辦法補助 過去921是因為特別條例 所以他用特別條例可以補助 如果一正常的法令 是沒有辦法補助 所以當時候我就爭取說 要不然我們是不是能夠 0206特別條例 但是當時候 因為地方政府 當時候台南市政府 有不同考量 因為可能說 募款的金額也夠 所以可能不用到 所謂特別條例的部分 好 那就問題來了 土壤異化區就是不能補助 所以我當下真的急了 或許大家沒有在現場 聽到我講的 然後只有看到我那個動作 就把我污名化了說 我怎麼會笨到說 用手指去鑽土 這樣叫土壤異化 錯了 大家可以去電視上看 或是有一些網路的資訊 土壤異化就是 土壤的含水量過高 所以含水量過高 只要有震動 改變了它的地質 所以那個房子 再重的房子都撐不了 你有鋼筋也撐不了 它就會慢慢往下撐 我當時候我的手指 我代表的是 當時候0206房子的狀況 跟那個泥土的狀況 那個泥土確實是 從0206現場 我要讓大家看 那是含水量都很高 然後我手指 我不可能拿 拿建築物來放吧 我就說 那個當時候的狀況就是 泥土 然後手指這樣子 這個嚴重性是如此 怎麼可能到現在 我們的法令沒有辦法補助 然後呢 又沒有辦法協助地質改良 我的重點是這樣子 所以我堅持一定要修災防法 把土壤異化納進去 然後我也堅持 就是拜託當時候行政院院長張山正 我利用質詢 我說一定要把我們安南區北區中心區 這個區塊當成是示範區 要編列預算 所以當時候張山正也特別下來看 到安南區的土壤異化區下來看 我邀請他下來看 然後確實當時候他也正式核定 他就是示範區 也給了這個一億多的預算 去做了土質改良 所以我說真的 或許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沒有辦法說得那麼詳細 然後在當時候 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網軍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原來 有一批人是要傷害我陳亭飛 從網路再轉新聞 可以為了這個土壤異化 抹加電視台 連罵我兩天 那妳為什麼不再找我上電視 沒有啊 對啊 不找妳講 對啊 連罵我兩天 那就是想罵而已啊 對 就是想罵 就想罵 因為或許他們覺得我這個 不對他們太有威脅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就罵我罵了兩天 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一直很納悶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看到他們 重新家園重建 我會覺得我被罵 基本上應該也值得啦 對啊 或許那時候會很難過啦 然後現在大家也都會拿這個 網友也會拿這個什麼 一指神功啊 什麼手指插土啦 這個來戲虐我 然後來說我腦子有動 真的是 可是我覺得我要拜託我們的網友們 或是我們的好朋友們 或許妳應該看到我們那時候 如果沒有那個引發大家覺得 哇 土壤移化那麼嚴重 對 或許沒有這個手指穿圖 大家不會去討論那麼多啦 不會去討論那麼多啦 不會討論那麼多啦 討論那麼多之後 然後才逼著說大家去正視這個問題 或許啦 我覺得有這個過程 才能去有這樣的結果 那我也甘之如矣啦 那只是說拜託這些 要罵我的網友們 真的是不是可以 再重新認識一下陳婷飛 陳婷飛真的不是 那樣子頭腦有動的人 對 所以就是真的是 其實自己也是需要去查證的 對 他真的有認真在做事的 你要去了解他的前因後果 不是說看了某個動作 或是某一段擷取的報導 然後就是隨便的這樣戲虐別人 而且當時候教授 有一個陳娜教授 也出來幫我講話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網軍不會去聽聽聽聽這種 這麼隆藏的解釋 這麼專業的解釋啦 就是說我就是要罵你 可是當你罵完之後 好 那件事情試過今天 那拜託 你重新回過頭來 了解一下 我當時候為什麼會這麼做 絕對不是我腦子有動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廷飛到節目當中 謝謝你 謝謝 好 那也感謝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